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托尔在21号出访俄罗斯 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西亚托尔此行目的就是向俄国购买更多能源 在长期合约规定的运量以外 还想再向俄罗斯购买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匈牙利政府曾表示国家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石油 和百分之八十五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 所以就算身为欧盟的一份子 匈牙利在对俄制裁上配合度始终很低 偏向与莫斯科当局友好的国家也不止匈牙利 沙鲁地阿拉伯王储沙尔曼就在21号和俄国总统普丁通话 讨论OPACPLUS协调等石油相关议题 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才造访沙鲁地推动石油增产 沙尔曼与普丁过几天就有通话 引起了外界关注 环宇新闻刘千文综合报导